愿你见识的 他愿你与你做红子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小象的天堂木 我的名字叫做牙牙 出生那天 我在朦胧中看到了一条条粗壮的腿 长长的鼻子和美丽的长牙 没错 我是一头象 多么漂亮的小可爱 并且还是一位帅哥呢 我猜他长大后一定也会像他父亲一样 拥有一对微风凛凛的象牙吧 希望如此吧 妈妈你给取个名字吧 以后一定会长出漂亮的象牙来 我看他的名字就叫牙牙吧 牙牙 这个名字真不错 你长大后一定也会长出一对像你父亲那么威风的象牙 对了 一会儿你父亲就回来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那对洁白无瑕的象牙了 大家快离开这里 猎人来了 啊 他们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了 不要迟疑了 赶快带着牙牙离开这里 猎人来了 我们快走 我们快走 对 快跑 千万不要被他们抓住了 孩子 别怕 妈妈在这里 不要怕 我出生的那一天 象群便遭到了袭击 后来我就昏迷不醒了 当我睁开眼睛后 却看到了流泪的母亲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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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醒过来了 你快看了 孩子 幸好你没事 要不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妈妈 这是哪里啊 这是我们的家 孩子 没事了 已经安全了 妈妈 那爸爸回来了吗 哼哼 你爸爸不会再回来了 他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里是我们大象的天堂 天堂 天堂是什么地方啊 天堂啊 里面有许多许多鲜美的食物 还有喝不完的清澈甘甜的水 是吗 既然天堂那么好 那我们也去天堂吧 那不行 只有足够老的象 才有资格进入天堂 当然象群里的英雄也是可以进入天堂的 就像你的父亲一样 嗯 从那一天起 大象的天堂便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在梦里见到过父亲 你的名字叫牙牙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名字啊 我爸爸的象牙是象群里最漂亮最威风的 妈妈希望我长大后也会有一对漂亮的象牙 所以就给我取名叫牙牙 你妈妈怎么会有这样的愿望呢 我妈妈可不希望我以后会长一对漂亮的象牙 没错 象牙太漂亮可是非常危险的事 我的爸爸就是因为长了一对漂亮的象牙 才会被猎人杀死的 我爸爸的象牙也是被猎人给割掉的 那些猎人最喜欢捕杀的就是那些长有漂亮象牙的大象 可不是吗 芽芽 我看你还是不要叫这个名字了 以前谁拥有一对漂亮的象牙是件值得炫耀的事情 现在谁拥有它那就代表着危险 哦 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了 你还太小了 等长大一些就明白了 对了 你可以去问问你的爸爸 他现在是不是不希望自己的象牙太过漂亮呢 我爸爸已经去天堂了 哦 天堂 那是什么地方 那是只有足够老的象和英雄象 才有资格进入的地方 那里有许多许多鲜美的食物 还有喝不完的清澈甘甜的水 天堂是骗人的 根本就没有那种地方 不 有天堂的 我爸爸就在那里 孩子们 你们在做什么 妈妈 你知道天堂吗 芽芽说她的爸爸在天堂里 哦 当然有天堂啊 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我就说有天堂嘛 这次你们相信了吧 芽芽 过来妈妈给你冲个澡 我要去洗澡了 再见 妈妈 天堂在哪里呀 哪里有什么天堂 你妈妈那是在骗她呢 因为我小时候 妈妈也这样骗过我 妈妈 是这样吗 芽芽出伤那天 猎人发现了我们象群 芽芽的父亲 为了保护他们母子的安全 被猎人抓了 并残忍地将她的象牙给割了下来 芽芽的妈妈 不希望芽芽知道这件悲惨的事情 所以才会说她的爸爸去了天堂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你们也不能告诉她真相哦 就让芽芽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在天堂吧 否则她会伤心的 嗯 好的 不过等她长大一些就会知道真相了 就像我一样 天堂美好的形象 一直陪伴了我一年多 直到那天 我看到了一头被人类捕杀的大象 啊 啊 这是芽芽的声音 莫非她遇到了危险 说着 象妈妈急忙冲进了丛林 其余的大象也跟着跑了进去 丛林里一头大象惨死在那里 它的象牙已经被割掉 地上的血凝结一滩 芽芽惊恐地看着这眼前的景象 赶来的象妈妈见后也是大吃一惊 老公 老公 你不是说会回来吗 芽芽 走吧 离开这里 不要伤心了 走吧 可不能让你的孩子看到这个情形 可恶的猎人 为了我们的象牙 竟然如此残忍杀戮 难道他们说的是真的 人类为了获取象牙 而对我们肆意杀戮 妈妈 你怎么了 没事的 刚才被沙子眯了眼睛 妈妈 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呢 他不是说今天会早早回来吗 孩子 你爸爸他回不来了 他去天堂了 天堂 天堂是什么地方啊 天堂啊 里面有许多许多鲜美的食物 还有喝不完的清澈甘甜的水 难道 难道所谓的去了天堂就是死掉了 这么说我的父亲他也 从那天起我明白了 所谓美好的天堂 不过是一种安慰 也是从那天起 天堂便不再出现在我的梦里 或许是因为我长大了 牙牙长大了 你看 她都开始长象牙了 我真的不希望她长出象牙来 那样的话太危险了 大家赶快逃命啊 猎人来了 牙牙 快走啊 话刚说完 猎人便从不远处的丛林里走了出来 猎人一眼看到了小象牙牙 你快看 那里有只小象 马戏团不是出高架 收购小象吗 今天该我们发财了 快用麻醉枪 猎人拿起麻醉枪 朝着小象牙牙发射 牙牙中断后 一下子就瘫软在地里 她抬头看着自己的母亲 正在朝着自己背叫着 不过没有多久 就缓缓地闭上眼睛 在闭眼的同时 她喃喃地叫着妈妈 妈妈 猎人用铁链捆绑我的脚 将我卖给了马戏团 从那天起我便开始了噩梦一般的生活 小家伙 你终于醒了 这是什么地方 妈妈 奶奶 你们在哪里啊 小家伙 不要叫了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的主人 你得听我的话 明白吗 小象牙牙愤怒地看着训兽师 长鼻子一下子卷住训兽师手中的电棍 哎呀 看来你还不知道我电棍的厉害 啊 怎么样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以后要是敢不听我的话 我就让你尝尝电极的滋味 每天的训练 演出 稍有差池 小象便会受到殴打 在观众们眼里 小象是衣着靓丽的动物明星 但对于小象来说 这种生活如同地狱一般 大象 你真的是从森林里来的吗 没错 我是来自于森林 森林长成什么样啊 啊 你不会从来没见过森林吧 是的 我出生在动物园 后来卖给了马戏团 我从来没见过森林 森林是不是很漂亮呢 是的 那里有茂密的树木 各种好吃的野果 还有清澈的河水 在森林里 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只要没有猎人来袭击我们 我们就是森林的主人 天呐 这么说 森林就像天堂一样 天堂 对呀 现在想想 过去在森林里的日子 真的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啊 对于动物们来说 所谓的天堂 就是能在大自然里 自由自在的生活 没有捕猎 没有囚禁 更没有杀戮啊 拉水车的老牛 在一个偏远山村里 有一所希望小学 这个学校只有八个学生和两位老师 而其中一位老师为了山里孩子能够上学 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年 这么多年来 他吃住一直都在学校里 大多数村民都是他的学生 因此 村里人见了他 都称呼他为王老师 王老师 今天周日不上课 您也不休息一下 学校里的水不多了 我正好利用周日调点水 要不然等孩子们一来 可就没时间下山调水了 王老师 调水的事情 你以后就交给我们好了 谢谢了 不必的 这点事我自己还能做 王老师 您就别客气了 您一桶桶的调水上山 可不是轻松的活 让我来帮你吧 就在这时候 不远处传来了一声 牛悲哀的叫声 梦 众人立刻寻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一位村民 吃力地拉着一头老牛 你这个家伙 给我快点走 你拖时间也没有用 那一刀是早晚都要挨的 你牵着这头老牛 是要去哪里啊 我要把它带到 邻村老臣那里 哦 邻村老臣你说的 莫非是臣图活 没错 就是他 这头牛年纪已经大了 也干不了什么农活了 留着干嘛 不如卖给老臣宰了卖肉 哎呀 你们看啊 那头老牛 竟然流眼泪了 他好像知道 自己急前要被杀掉似的 这家伙是害怕了 从出家门 我就一直强拉着他 走了半天才走到这里 他知道自己即将被送去宰杀 自然会害怕 不过 我认为他流泪的原因 并不只是因为害怕 这泪水里还包含着委屈 委屈 是的 他辛辛苦苦了一辈子 结果到老 不能干中活了 便要被宰杀 这怎么能不委屈呢 那头老牛 似乎听懂了王老师的话 立刻朝着王老师 磨磨地叫了两声 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 王老师 他只是一头牛而已 没有那么多想法的 牛可是很通人性的 我看这头老牛实在可怜 不如你卖给我好了 王老师 您要这头老牛干嘛 您又不种地 从山上下来挑水都不方便呀 要是有头牛妥水 我就轻松多了 王老师 您是想买下这头牛妥水哦 那行 这头牛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做妥水这种小事 还是绰绰有余的 就这样 王老师买下了这头老牛 村民们还帮忙 坐了一辆牛车 从那以后 王老师就可以借由牛 来帮忙在水喝了 而那头老牛在不浴水的时候 则喜欢在教室外 静静地听着王老师讲课 快要放学了 我们再读一遍课文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教室外 老牛透过窗户静静地看着 这时候 黑压压的一大片乌云涌了过来 遮住了太阳 接着 弄擦一声响雷 大雨倾盆而下 老牛急猛转身躲进了牛棚里 黄老师看着外面的大雨 好大的雨啊 真是糟糕 放学的时候刚好下这么大 同学们要如何回家呢 这么大的雨 我要怎么回家 是啊 我回家还要过一个小桥 这么大的雨 小桥可能已经被淹了 要不我们就等雨停了再回家吧 大家不要着急 等雨小一点再放学回家吧 来 大家先写作业吧 然而这成雨丝毫没有要停的意思 天色越来越晚 同学们的心情越来越焦急起来 雨怎么还没停啊 我们回不了家了 车下要怎么办呢 爸爸 我爸爸来接我了 光辉 你来接孩子 是啊 这场雨好大呀 让小孩子自己回家 我不放心的 我爸爸也来接我了 小妍 你赶快收拾好自己的书包 跟着爸爸回家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一位位同学 跟随着各自的家长走出教室 消失在了雨中 王老师送走一位位学生后 回到教室 他看到最后一位同学 正伤心孤独地坐在那里 小妹 你的父亲还没有来啊 我父亲生病了 他没有办法来接我的 我现在要如何回家呢 没关系的 老师送你回家 老师 这么大的雨会把河上 弄作小桥淹没的 过不了河 我就回不了家 是啊 这么大的雨 河水一定会暴涨的 这下该如何是好的 哦 你是要送我们下山吗 嗯 好的 有你帮忙 那真是太好了 王老师为老牛套上了牛车 然后和小梅坐上牛车朝山下走去 当他们来到山下后 发现那条小河已经水流湍急 过河唯一的小桥早已被河水淹没 哎呀 河水这么急了 这下要怎么办呢 嗯 我今天回不了家了 哎 老牛往前走了 坐好了 抓紧牛车 老牛要带我们过河了 老牛一下子走进河里 河水冲击着他的身躯 雨水也不停地浇着他的身躯 他吃力地在河水中行静着 终于他走过了那条河 登上对岸 终于过河了 我可以回家了 老牛此时已经累得气喘吁吁 他朝着前方看了看 然后又摸摸地大叫了几声 接着便继续朝前走着 在老牛的帮助下 王老师终于顺利地 将学生安全地送回家 可经过这次折腾 身体原本就很差的老牛病倒了 没什么大爱的 他只是年纪大了 而且又着凉了 只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就会好了 王老师 我今天特意割了一些 鲜嫩的青草给老牛吃 王老师 我也带来了一些嫩草 王老师 您的学生对这头老牛可真好啊 这头老牛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份子 在学生们的眼里 他既是同学 也是朋友 真的非常不简单 可以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啊 经过几天的修养 老牛的身体慢慢地有所恢复 不过王老师 为了能让他多休养一段时间 还是不让其下山运水 哎呀 王老师 您怎么又挑着担子来取水啊 王老师 您那头老牛呢 怎么不让他来取水呢 他生病了 让他好好休息一下 等身体彻底恢复了再说 王老师 您不但对学生好 对老牛也是那么的好啊 如果王老师不是西山 当初也不会买下那头老牛 只可惜 这头牛年纪大了 没办法好好地报答您 我买下它 可不是图它报应的呀 老牛的身体 一天天好转起来 这天 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 教室内 墙台上的王老师 突然一阵眩晕 倒在了课堂上 这让学生们惊慌不已 王老师 王老师您怎么了 您快醒醒啊 教室外牛棚里的老牛 听到了学生们的喊声后 愣了一下 他朝教室那里看了一眼 然后急忙朝教室门口走去 他一眼看到 教室内倒在了地上的王老师 王老师他晕过去了 他一定是生病了 我们快找人来帮忙 我们得赶快去找医生来 给王老师治病 我知道医生的家在哪里 我经常去给我爸爸拿药 是吗 那太好了 那你赶快去把医生请来吧 去那位医生家是要过河的 这么大的雨 那座小桥一定又被水淹了 对了 上次不就是老牛带你过河的吗 是啊 快 大家快帮忙给老牛 套上牛车 我去找医生 老牛我们可得快点啊 老牛 河水这么急 哪里能过得去啊 我看还是找个水流叫缓的地方 绕过去吧 医生 我出来那么久了 也不知道王老师他现在究竟怎么样了 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学生话刚说完 老牛便一下子冲进了河里 河水冲着他量呛了一下 但是却立刻站稳了脚步 哎呀这头牛真是太冒失了竟然一下子闯进河里了 他身体还虚弱着呢 这样做能行吗 老牛大病出狱 身体还很虚弱 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河对岸 哦还好 终于走过来了 刚刚真是太危险了 哎呀 老牛 你怎么了 老牛立即又站了起来 他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接着又继续朝山上的学校走去 当老牛载着医生赶到学校后 老牛再也挺不住了 他大叫了一声 一下子跪倒在地上 太好了 医生来了 医生来了 医生快来救救我们的老师啊 由于医生的及时赶来救治 王老师很快便苏醒了过来 教室外 虚弱的老牛 看到教室内缓缓睁开眼睛的王老师 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此时医生告知王老师整个过程 他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快速地跑出去抱住老牛 老牛 谢谢你帮了我 我才能有惊无险的呀 认识生命电视台 生命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 两个节目制作中心 宜兰 高雄 台湾生命电视台 是慈悲置业法务整合的大平台 自2004年元月开播以来 获得各方大德信众的热烈回响 至今即将近满20年 目前播出的节目有 善知识法语 善知识法语 长老法语 大乘讲座 生命讲座 红法行脚 福奇系列 福祀巡礼 速食推广 佛心花海 以及佛教卡通 等各式的红法教化节目 2020年 有鉴于现代人 每日使用手机的时间 高达6到8小时 许多人一天中 有超过四峰之一的时间 都被手机占据 收播习惯 由电视转为手机 平板 为了因应这样 人手一击的崭新收播 乐听习惯 生命电视台播放平台 转为网络播放 手机随时可以接受 佛法的学习和引导 但全省MOD 以及部分第四台 仍可观看 配合老仆子 看电视大迎面的习惯 生命电视台成立至今 即将届满20周年 陪伴广大信众 共同学习佛法 期盼诸位护法大德 依旭菩萨们 抱着羞耻的长远心 不退转心 继续和生命电视台 一起携手 将弘扬佛法的使命 传承下去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药师经佛前大贡 药师欺佛本院功德经 药供祭慈悲诗实 功勤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岁末感恩法会 神州忠明前南护法仪轨 即恭送庙法莲华经四药品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 赞护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1月18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佛学名词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这是我们 世间上常常听到的 要人家工作要负责 要尽心 会说 哎呀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你要认真 要完成 所交代的事情 其实 这是出自于佛教 佛教的出家人 早上跟晚上 都要扣钟 早上扣钟 可以开长夜之成婚 昏昏沉沉睡了一个晚上 透过白天的钟声 可以惊醒 罚戒众生 无名的萌寐 昏睡 不觉的状态 晚上扣钟 可以罚三途之苦趣 透过晚上 扣钟 发愿 让三热道的众生 离开痛苦 扣钟是 丛林的出家人 甚至是 每一位出家人 每天的功课 所以 后来 引申到 社会上 会说 做一群和尚 敲一群钟 其实当我们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出家人 早上 晚上 心心念念 都是为了让众生 脱离无名 让众生 离开 三途之苦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